杜兰特连续两个变向三分,板邓小弟齐摊手,KD的表情太欠揍了,杜兰特连续两个变向三分,板邓小弟齐摊手,KD的表情太欠揍了,北京时间10月27日,勇士客唱挑战尼克斯,比赛开始双方手感都不错,三分一来一回打成25平手,直到半场也打成53平,下半场,四深度开始发威, 一波12-4打停对手,并连续命中三分杀死比赛,最终勇士128比100逆转尼克斯,今天杜兰特的手感不错,出场36分钟,24投17中,三分球9投5中,砍下41分9篮板5助攻,要知道,勇士是也落后三分进入第四节,最终却大胜了对手28分,这主要是依靠杜兰特的发挥, 比赛进行到第四节时,杜兰特持球推进,连续的几个cross over之后,直接干拔三分,球进得分,之后,杜兰特再次选择干拔,在两个防守人的情况下再次标进,镜头给到勇士替补席时,替补球员都被杜兰特的表现吸引了,纷纷摊手表示震撼, 同样有趣的是,杜兰特在连续了两个三分球之后,他摆出了一副为所欲为的表情,球迷看到后都表示,KD这个表情实在是太欠揍了,今天的美食篮雄话题,你觉得库里本赛季还能获得MVP吗? 感谢观看